喂!喂! 好! 下禮拜! 下禮拜! 好吧! 所以下禮拜還損失兩節 至少 讓我們改一下進度 沒有改了,現在已經不改了 那個 當然 加上暑假的進度 我們第一次斷考可能會考三張 所以會多理 然後問題是這三張 剛好都是在你複習的範圍裡面 所以 趁模擬考之前趕快 加減看一看 應該會有點關注 好!然後我們 前面的植物的部分 大概就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後面要接的就是 人體 那這個大概就對應到基礎生物下側的部分 所以大概 我們這學期應該是 等同於是可以把基礎生物下側 複習完 就只差一個東西 那個 生害系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生害系那邊 有遇到一些困難的話 可以提前再來問這樣子 但我大概應該不會特別去複習那一塊 就是如果等到 模擬考第二次之後有發現問題 這時候再來特別解決 好嗎? 然後 所以 後半段 主要是要談動物啦 但是以人為主這樣子 好!然後 人體的生理系統裡面 一般來講 通常會從那個 循環系統開始介紹 那幾個名詞的部分先提一下 就是說 一般生物體的構造上面 談系統 好! 如果你從細胞的 我們生物體的構造的層級來看的話 OK!所有生物的基本的組成的構造是細胞 然後 功能或型態相似的細胞聯合 然後 就形成了所謂的組織 對不對?然後我們可以運用不同的組織 做出器官 好!如果以動物來說的話 然後接下來 那我們可以聯合器官完成一個生理功能 那那個其實叫做 什麼? 器官系統 所以一般 我們談的那種什麼 呼吸系統 內分泌系統 訊分系統等等 其實它談的系統的話 是以器官為基礎 聯合所形成的系統 那這跟植物不一樣 植物可以談一種系統 植物的系統是談什麼? 就是它從組織 然後建構出組織系統 所以 比如說那個什麼標批組織系統 植物的保護勾搭 然後 圍管束組織系統 先找 因為植物比較是用組織 串聯整個植物體的內部 所以它那個系統的概念會跟動物還是有一點不同 當然如果你要去在植物上面 談那個細胞組織器官 那如果用這種談的方式的話 那就表示你是以外觀的輪廓 然後再去做基本的區分 所以通常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跳過器官系統 因為植物是比較沒有器官系統 就是我們從植物的構造來去討論的話 有兩種討論的角度 就是細胞組織器官 然後就是植物體 那就跳過這個 然後如果你要從那個系統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就那個細胞組織 然後呢組織系統 然後建構出植物體 這是兩個不同的觀點 那因為只是觀點的不同 植物還是長那個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循環的概念 因為植物體內也沒有循環這個概念 所以循環系統在人體當中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如果我們從 它跟其他的系統的相關性來說的話呢 有幾套生理系統呢 跟它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比如說 比如說消化系統 因為消化系統在處理那個 失誤的過程當中 把它從大分子變成小分子 然後變成是方便吸收的這個狀態之後 你必須 它們必須先要把這些 然後養分先透過循環系統去做分配這個動作 因為處理養分主要是由消化系統統一處理的 那問題是 所有的細胞都需要養分 那消化系統又不跟所有的細胞建築 所以一般構造比較複雜的生物的話 通常 要嘛就是消化器官 要嘛就是消化系統 那利用這樣的合作關係呢 消化系統就是專心處理養分的部分 那養分的分配跟這個分享 那就由循環系統去處理 所以這個消化系統會跟循環系統有合作關係 然後接下來 等到這些養分經過利用之後呢 就可能會產生代謝廢物 好所以這個時候 又要牽涉到代謝廢物的排除 對 那以前那個談泌尿系統的時候有提過 泌尿系統的處理方式是 你先引導部分的血液進到它這邊來 然後等到它把你過濾掉之後 接下來呢 再把乾淨的血液再回到 這個循環系統的主流裡面 好所以 泌尿系統這個部分 基本上也是跟循環系統密切相關的 就是光看泌尿系統裡面 密密麻麻的這個微血管 跟那個腎小管的這個主流 好所以這另外呢 它跟循環系統有非常緊密的做關係 好 那因為泌尿系統呢 是廣一當中排泄的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接下來就是 呼吸 呼吸基本上也是排泄的其中一個環節 對不對 所以當血液透過肺循環送到肺 對不對 然後在肺這個地方完成氣體交換 然後再走肺經脈再灰燃 OK 所以這時候氧氣氧氧化碳就完成了交換過程 所以 右上角這個跟下面這個 這兩個其實都是排泄 好 因為排除代謝廢物就是排泄 所以那個 不管的是排除寒氮的代謝廢物 像尿素尿酸 對不對 過多的電解質過多的水分 OK 這是排泄 你排除那個二氧化碳是排泄 這樣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就起碼已經有三套系統 會非常依賴循環系統而存在了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依賴循環系統非常明顯的 就是 好 就是內分泌系統 因為內分泌系統它是無管線 跟一般像消化線自己有管子 碳線 皮脂線 好 自己有管道 這個比較不一樣 就是 內分泌系統呢 它需要透過化學故事傳達訊息 那問題是它自己沒有管線 但另外一個問題是它的訊息常常是要散佈到全身 好 所以最方便的這個資源 當然就是透過循環系統 幫忙傳遞這個紀錄 好 好 所以內分泌系統基本上也很依賴循環系統 所以光這個比較高度依賴的這幾個 我們就已經可以感到那個人體生理系統一半 好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不是沒有相關 好 只是說它的複雜 就是相關性會更複雜一點 那我們就後面再個別去介紹 好 好 這是自己第一個 談循環系統的重要性 好 所以循環系統你要到有系統這個概念的乘積 當然要多細胞才可以談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單細胞生物的話呢 單細胞生物就不用談這件事情了 好 單細胞生物的話你不用去談那個循環系統構造 甚至於主事的概念都不用去談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物質的交流通通通都是透過細胞 好 可是那個複雜一點點呢 簡單講一下動物的部分 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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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動物的原化類型比較多一點 所以哪一些動物通常比較會去談到系統這個概念 然後所以如果從各家的動物來看的話 那個單細胞不用談 就是多細胞可以談嘛 這樣這個也不用談 這是海綿包包 所以它的地位現在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海綿到底要不要列為動物界 都有一些小爭議在 因為它的獨立性很小 以前我們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把海綿包包打成果汁的那個 就是有人心血來潮 這真的是不知道在放有什麼問題 這就把海綿然後拿到那個菌汁雞 實驗室裡面叫菌汁雞 就放裡面叫果汁雞 然後把海綿丟進去 海綿的外型 那個比如說像海森館 海森館裡面那個三國館裡面你去找 其實主要是沒有人幫你指著那個東西啦 它外型有點像三國 但是它這個形態上 有一些特徵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海綿 然後它就把海綿 用菌汁雞 菌汁 打碎它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倒回到水族箱裡面 然後沒多久之後它重組了 這樣可以講一下嗎 你看齁 所以它的細胞是可以獨立運作的 只是說那些細胞湊在一起 應該在生存上有優勢 但如果你逼著它 必須一個一個存在 短時間之內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它到底要不要列為那個動物件 還是直接把它丟到那個原生生物去 這樣可以想像齁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一點彈珠 好 所以如果海綿不看的話 那下一個 稍微比較像多細胞生物的會是誰 就是那個刺刺包動物 OK 那當然也有人從它的構造來看 把它叫做槍場 所以水溪有沒有 好水母然後山蠔海龜這些 所以那像那個最簡單的 它起碼身上有兩層細胞透度 然後有一個消化的構造 那事實上它那個消化構造 跟循環的概念其實是整合在一起的 因為現在身體的構造還很簡單 所以既有循環的功能 也有消化的功能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它就一個消化循環腔 好這兩個名詞 兩個概念就組合在一起了 好 所以因為它身上 通常最簡單的 了不起只有兩層細胞 所以循環系統對它來講也不是必要的 好 所以後來呢 到了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應該就聽過了 就是變形 好 變形動物的話 就像那個蜗蟲有沒有 蜗蟲有沒有看過 就是水蜗蟲 就是這個 好 那個眼睛 是這個這麼長這樣子 你要找到肥一點大家可以到這麼長 那如果找陸生蜗蟲可以到這麼長 這樣子 很疼喔 但宙食性很高 好 然後所以扁形動物因為很扁 所以事實上它的消化跟循環 好 也是整合在一起的 它也不過比蜘蛛包還要複雜一些些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 呃 什麼樣的情況可以談循環系統呢 這裡有一個分支 大概可以勉強看到循環系統的影子 好 可是 還不完整 就是現形動物 好 現形動物呢 身上的構造呢 開始有比較明顯的這個分化 比如說它有比較明顯的消化管 消化道 好 然後 可是那消化道又只有一層細胞 然後有類似群團系統的概念 它但是還不是很很成熟 好 然後所以現形動物的話 因為它身上也不過 最簡單的那個 實驗室裡面常用的線蟲 這裡面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一下 叫做美底線蟲 它名字叫做美底線蟲 然後身上只有1000多個細胞 這樣子 好 不過很多線蟲是那個 寄生型的 然後所以如果你碰到它的時候 稍微小心一點 好 它喜歡轉縫縫 就是那種指甲縫這種 好 然後傷口那種 所以就小心一點 啊 美麗歸美麗 就是 好 那它是實驗室裡面常用的實驗洞 因為這1000多個細胞 所以你想1000多個細胞能夠做出多複雜的高漲就有點難 好 所以如果跳過它 它代表的是一個七步的話 那所以接下來那個很明顯 就是會有比較複雜一點的系統的概念的 就包括像那個環節 蚯蚓 蚯蚓 水質 好 然後 這是環節 好 然後那個應該是 種類最多的結智動物 好 然後 所以你們以前那個國中談循環系統的時候 會去提導它 有沒有 然後 環節動物的話 可以談那個循環系統比較簡單的類型 然後 再來就是軟體 蘿貝 這些 蚯蚓 章魚 軟體動物 好 所以 在演化上面來講 這個數字上來的這幾個 相對來說 它的循環系統就比較複雜的 那 另外一個數字上面的也很複雜 就是 極鎖 D5 我們是極鎖動物的其中一個小類別 然後再來就是 集體 所以 從這個來看的話 像 蠍蚓動物一般會拿來談什麼呢 蠍蚓動物一般來說 就會拿來談開放式 循環系統 因為它的體液循環不是全部在密閉管線內的 所以這樣的特色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開放式循環 所以單細胞或 或簡單多細胞 都沒有循環系統的問題 對他們來講 直接對外界就可以做交換了 所以沒有那個循環的必要性 那可是構造複雜之後呢 又演化出兩種策略 一種是開放式循環系統 那另外一種就是 閉鎖式循環系統 所以大部分的結肢動物呢 基本上都是屬於開放式循環系統為主 然後像極鎖動物的話 極鎖環節 大部分主要都是閉鎖式 那所以 只是你們以前那個會看到 有一些特別拿出來談的例子 像蟲蟻很常拿來那個交根樹苔 然後那個結智動物的蝗蟲 因為比較好觀察 然後也比較常被拿來談論這件事情 所以開放跟閉鎖之間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那個 我講一張應該放的是蝗蟲 所以先看蝗蟲那個部分 蝗蟲的心臟不是一顆 它是管子上面去另外做出來的 有收縮比較強收縮的能力的 所以你看一般蝗蟲的心臟的話 它都會畫成這樣 好 所以在它靠近背部這個地方 好 那個 修復蟲這個地方 它的心臟會是一顆一顆串起來 然後 所以你把它想像成 它本來就像一條動脈 收縮力比較好的 然後特別在某些地方強化 然後增加它的空間 然後增加它的收縮能力 大概狀況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它的心臟 比較不是我們習慣看到一顆一顆 然後它是一些管狀 然後去特化出來的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這整個管線上面呢 其中一頭是四項子 然後另外一頭呢 基本上才有開放的管道 那這個開放的管道呢 主要是出現了頭部這個附近 然後血管呢 主要從那個心臟出來之後呢 就越分越細 越分越細 然後分到最細的地方呢 通通 就直接 讓裡面的液體可以直接流出 好 所以這是開放式循環系統的特色 就是它的 循環系統內的液體 基本上是可以流出的 好 那流出管子之外 那管子外面是什麼 管子外面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主子細胞 所以開放式循環系統呢 最大的特色是 它如果用血液 暫時用血液這個詞的話 它的血液 是可以直接去跟主織細胞接觸 那像我們的話 我們的血液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是不會去跟主織細胞做直接接觸 我們血液的成分 是跟主織細胞做間接的交流 好 所以這是最大的特色 好 所以它的整個設計是說 我現在這邊呢 這一頭是四項子 就是 是蠻管 然後這一頭呢 是開放性的 好 所以當心臟收縮的時候 裡面的液體的流動方向 只會往前跑 好 所以隨著心臟的收縮過過程呢 血液逐漸的往頭部這個地方 然後從大的血管 然後到小的血管 然後到最小 最小型的血管的時候呢 接下來就進入主織細胞之間 進入主織細胞之間 它原則上應該要叫什麼 進入主織細胞之後 應該要叫做主織液 那在管子裡面 循環系統裡面 本來應該要叫做洗液 可是現在是要麻煩了 你一下子在管子內的時候呢 叫洗液 一出來叫做主織液 對不對 那這個名詞換來換去 所以在開放式循環系統的話 像昆蟲他們最常用的用詞 反而不是用這個 因為根本就很難分 就是血液跟組織液就很難分 所以乾脆用另外一個名詞來替代 就叫做血淋巴 直接用這個詞來代表 它整個循環流動的那種液體 所以就是留意一下這個詞 跟我們的淋巴的概念就不太一樣 但是它就叫血淋巴 所以這些血淋巴呢 從心臟收縮往頭 頭部那個地方 這個背血管 然後背血管就一再的分支 因為靠近背部 然後接下來呢 從管子流出之後 然後進入主織細胞之間 可是如果你現在 心臟要不斷的能夠輸出血液的話 它當然手上也得有血液 那你這邊是死巷子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要一個很重要的回收的管道 那你現在去看這一條叫做背血管 你把它的角色想像成像動脈 然後呢 它到最小型的動脈的時候呢 就結束了 所以 開放式循環系統 跟避索式循環系統 你們國中就背過了 它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沒有 微血管 這種東西 OK嗎 沒有的微血管 微血管後面接什麼 靜脈 所以靜脈不用討論 你看齁 所以它等於是 跟避索式循環系統最大的差別 就是整個管件的部分 真正少了一半 這樣 這樣 OK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那現在只有送出 那沒有回收 真的很奇怪 所以它的回收是利用什麼呢 它的心臟的兩側 有心孔 對稱性格 然後這個心孔呢 有半膜 然後半膜的開口方向是 就是用這個方向 用這個方向來看 就是如果說現在 我的右邊這邊是心臟內 然後這邊是主持細胞的話 當這一邊的壓力 比這邊壓力還要大的時候 比如說 當心臟正在數張 然後主持細胞這邊呢 累積了比較多的血淋巴 所以這邊的液體壓力高 心臟內的壓力低 這時候呢 這個半膜就打開了 所以液體就流回來了 然後心臟收縮的時候呢 裡面的壓力是變大 那所以裡面壓力變大的時候 這個門呢 基本上就背後是關閉的 所以那個血淋巴 就不會從這個管道出去 所以這邊會回收 但是不會流出 所以它是用心孔 它是用心孔去回收 那所以怎麼樣能夠完成整個循環呢 心臟的收縮會把血液 從頭部這個地方送出 會把血淋巴 會把血淋巴從頭部這個地方送出 然後這些血淋巴呢 接下來就開始慢慢的往腹部 這地方 在細胞之間那個很狹窄的管道 空隙 然後慢慢的滲流回來 所以它的效率不是很好 然後接下來 那所以等到這個議題慢慢的回流 不是透過管子 是透過管子外面主持細胞間的間隙 那慢慢的滲流回來 所以在每一次當心臟疏張的時候 心臟疏張的時候 它內部的壓力就會比外部還要來的低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心孔的磅膜打開的時候 那也就是心臟可以回收心力的時候 所以它就利用這個時間呢 把心力回收回來 OK 那這種循環系統的特色最大的盲點在哪裡 就是這段路 你在管線外的這段路呢 因為空間很狹窄 所以它的流動效率就很差 你看喔 那循環系統你看喔 哇 插掉了 循環系統它連帶的影響到 比如說養分的交流 代謝廢物的交流 對不對 然後昆蟲也有內分泌的問題 那體型比較小 那把它當作是 相對影響程度比較低好了 對不對 所以它連帶的當然會影響到其他系統的運作 所以循環系統的效率 一般來講在動物體內 會有一個很指標性的意義 就是 大約你去看喔 像畢球式循環系統的效率 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好 那個液體的流動效率 就等於是物質的交換效率的話 那它物質交換效率不好 體型應該不太可能會很大 對不對 所以你有看過的最大分數是多大 這樣可以理解嗎 有那麼一點的關係喔 就是一般來講的話 動物的體型要當循環系統 其實通常效率要好一點 所以畢球式循環系統的話 在這地方相對來講 它的物質交流的效率 是比較被限制住的 因為它的效率相對 在這個環節 管線外這個環節 會比較不影響 所以欠缺微血管 欠缺靜脈 這樣的一個布 這個區段 這是它的重要特色 然後它的流動的液體呢 是血淋巴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 就是常常有人會提到說 那個比如說昆蟲都被踩下去 那為什麼血不是紅色 因為它裡面 帶氧氣的那些東西 血淋巴裡面 負責攜帶氧氣的是血清素 不是血紅素 所以底路上踩下去 看到綠色的可能性 淡藍色的可能性 會比較高 有買的菜式放嗎 小槍 開始看看 開始看看 想像是地藍部分 你在這裏 masih вид子 沒有待機 這是你們在這裏 沒時間 招待了 ende 我想這些 就是我們從鹽化的觀點來看的話 單細胞跟構造很簡單的 像那個海綿刺濕包到免型的話 他們都只需要擴散 所以他們就不需要循環系統 所以開始比較有系統 這個概念的就是開放式循環系統 跟閉鎖式循環系統 另外就是不需要系統的 就直接用體表擴散結局 好 其他 好 以前的輕體號稱可以很大隻 對啊 那所以 如果你看 可是問題是 我們以節肢動物的平均水準來說 如果 整體上的體型還是比較小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能 特例一定有它解決的方式 比如說它可以人受物質交換效率很低 然後它的代謝率可以很低 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它還是分剝月 類似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特殊的解決方法 就像 兩生類 兩生類 兩生類在畢所視循環系統裡面 兩生類的循環系統效率其實算不好 所以你看一般樹蛙這麼小隻可以接受 對不對 普遍的一般的青蛙這麼大隻可以接受 對不對 因為如果那個青蛙長這麼大隻可以接受 畢所視循環系統裡面呢 環節是一個很好的教科書介紹的起點 因為它可以用來介紹 這邊都是無機對動物 所以無機對動物當中呢 環節動物基本上在循環系統呢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你看那個蚯蚓的那個剖面圖 就是它的心臟呢 也是一樣 它不是一顆 它是很多條 然後 對蚯蚓來說的話呢 它有兩條主要的血管 背部是背血管 然後腹部是腹血管 然後它的心臟不是一顆 是很多個 然後所以你把它想像成呢 現在呢 有一種血管 然後它負責串連背血管跟腹血管 然後呢 它的收縮能力又是比較強 所以 背部隨著它收縮的過程 這個血力呢 就會往這個方向推 然後說這個方向是回收 這個方向是回收 然後往腹血管這個方向推是輸出 你看 所以 這個東西它的概念 基本上呢 就等同於是心臟 但真正的名詞 其實比較好的說詞 應該叫 比較好的說詞應該叫動脈 但它的角色就等同是心臟的意思 所以這個名詞就更可以看得出什麼 它根本就是一個強化過的動脈 所以收縮力特別好 然後空間有加大 你看 它可以回收血液 它基本上也可以輸出血液 那一般來說的話 壁俗式循環 你用血液這個詞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然後 蚯蚓有沒有看過它流血 然後 所以 像蚯蚓的話 它的血液就會是紅色的 所以它就開始有那個血紅素了 不過它的血紅素呢 血紅蛋白是放在哪裡 直接放在血架 沒有放在那個血球裡面 所以這種情況下 用血液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這個時候的血液 跟管子外面的組織液 基本上不直接不同 所以你用名詞去區隔 當然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所以是一個蚯蚓的特色 那另外呢 它的 那你怎麼要建立那個循環呢 就是它每一次呢 在往後面流的時候 進入身體 因為環節動物嘛 環節動物跟結識動物最大的特色 是它身體的一節一節的現象 所以呢 它就在每一次循環 流到後面的時候呢 就開始進入一個複雜的微血管網 然後在微血管網 最後收收在哪裡 收到被血管的地方 所以它的微血管有一個特色 它微血管大約是以身體的體結 一節一節 然後建立一組一組 或一套一套這樣子 而且連它的器官 連它的排泄器官 基本上都有那個重複的現象 然後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環節 它身體有這個重複性的分解 那結識動物的分解跟我們比較像 就是它的器官是不重複 但是身體也有分解 我們身體也有分解啊 至少分兩節 這裡 這裡隔開上面一節 下面一節 胸腔這算一節 腹腔算一節 這樣子 所以我們器官也不重複 好 所以 簡單的例子在這邊 開放式 必俗式 所以這個時候呢 議題 基本上可以在封閉的管線內循環流動 有動脈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有靜脈的概念 然後還有威脅管 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議題呢 是在循環管線內流動 這是必俗式循環的特色 好 Join可以代表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所以終究還是要看下一頁的地方 好 這邊 有果體嗎 我讓你來給你 一定會不會抑鬱 我這邊呢 這個 mungkin會不會抑鬱 其實完全是很配合的 我最喜歡的 你給你再寫這些 我可以知道 你一定要配合的 你的面子 你怎麼會想和時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那些說明的 你有沒有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无脊椎动物谈循环系统的话 大概闭锁式循环就是最好的例子 是刚刚讲的蚯蚓 可是脊椎动物的特色 全部都是属于闭锁式循环 所以如果我们从脊锁动物门里面的脊椎 脊椎动物是属于脊锁动物门里面的脊锁动物衙门 脊锁动物总共分三个衙门 就是脊椎动物衙门 然后还有头锁动物 然后还有围锁 什么 等一下围锁 所以脊椎动物的研化的大的趋势是从鱼类开始 那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循环系统来说 通常会直接讨论硬骨鱼 硬骨鱼跟软骨鱼最大的特色是 软骨鱼的话它背部就是一个软骨的脊柱 硬骨鱼的话呢 就是你吃很像什么 无垢鱼有没有 这种刺类的 然后那个有一个很明显的脊椎骨一段一段 然后刺很明显的 然后把身体支撑起来的 好 那目前的看法是 两生类应该是 演化出自那个 某一种原始的硬骨鱼 那到底是哪一种呢 目前的推论是 那个鞋 有肉鞋的 你去看那个弹骨鱼 弹骨鱼它那个胸鞋这个地方 这边多了一段 有骨有肉的感觉 那很多鱼的鞋就是从身体直接出来之后 就是硬硬的那种长长的刺 那形成边边的 如果它多了一段 那叫肉鞋的现象 那 两生类是登陆的 第一个不是很成功的类型 所以下一个呢 在陆地上生活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爬虫 对不对 然后目前的看法 演化的大的趋势 爬虫之后呢 大概往两个方向发展 就是 鸟类跟 所以通通都是必俗式循环 那可是这个循环系统的概念呢 我们就发现在那个演化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像硬骨鱼的话 当初在水里面生活的时候呢 整个循环系统当中 只把心脏抓出来看 我们发现呢 硬骨鱼是一个心房 一个心室 那两生跟爬虫 你把它当成是 这个动物登陆之后 比较属于过度时期的产品 这很不成熟 稍微成熟一点 那基本上呢 它们大约都属于两个特色 就是比较接近是两心房 然后一心室 这样的架构 那所以到了鸟类跟鼓舞类呢 通通都是两心房 然后两心室 这样的心脏架构 那为什么会有 就是我如果只看心脏 这样子看心脏去隔开 到底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最简单的道理 当初鱼类如果只用一心房一心室 就可以用了 那为什么要搞成 那个两心房一心室 跟两心房两心室 可是如果你再去看 两心房一心室 跟两心房两心室的话 这边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这边两生类开始的共同的特色是 它们的循环系统都开始变成是双循环 然后鱼类的话呢 鱼类只是单循环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似乎双循环这个架构 比较能够符合在陆地上生活的需求 所以这个双到底为什么要双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那个双循环当中 以人来讲 它有一条循环的路线 是要去配合谁 呼吸器官 如果以人来讲的话 那个就是肺循环 然后接下来 另外一条路线是应付大部分细胞的需求 那那个是体血 所以恐怕这样的一个演化的重大的改变 应该是跟呼吸的 气体的交换的构造的演化密切相关 以前在水里面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塞了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去看鱼类的话 为什么它只需要一心绑一心式呢 因为它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心脏出去之后 在心脏输出血液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是先把血液送到塞 OK OK 那为什么先送到塞 等下你们会看到 然后接下来呢 路过塞的血液 接下来才会去流向主食细胞 提供主食细胞利用 所以 对于主食细胞来说的话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是充氧血 所以你要供应 富含氧气的血液给它 好 所以合理来说 等到它利用完之后呢 等到它利用完之后 就变成是 减氧血 OK 好 因为氧气被它利用掉了 所以氧气的血氧的浓度降低 那所以呢 到时候 心脏收到了 收集到的血液 其实是减氧血 可是因为它只有一心房 一心式啊 所以那心房收集到的是减氧血 到了心室还是减氧血 然后所以呢 之后呢 心室输出减氧血 一定有先送到塞 所以完成气体交换之后 这时候才适合 丢给主食细胞 那所以它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 以心脏回循环的动力中心 只用一个 循环的路线 然后就把呼吸器官 跟主食细胞串起来 那这个方法 在水里面生活的时候 看来是够用 至少约是这个样子 可是 但是登录之后 看起来真的不够用 要不然也不会有 双血统的架构出现 所以 等下再来解决 那个两层八重 你要再补链的问题 好 OK 谢谢